PASSIONTIMES.HK 2017年11月3日 每日集新聞的時間 今天講的是今天這個大熱的題目 相信今天沒有別的題目 大家都知道 iPhone X 對,iPhone X的發售日 這個真是很開心 今天各大Apple Store和電訊公司 一些風雜之類都有機器可以試 不知道大家試了嗎 今天主要不是講iPhone X 就是講iPhone X的炒賣情況 完全是想不到 是跌到炒孔的價位 炒不起 就算去到外面收機 都是收多5、6、8左右的水位 跟之前一直流傳的 炒到2、3萬 炒到新機價錢 完全不同 為什麼會炒孔這個呢 主要原因是 今次iPhone X 比想像中多機很多 它的數量很足夠 是的 因為最初發佈一出的時候 很多人都判斷 今次iPhone X 其實是少貨到一個點 是近乎近乎 例如之前有出的新聞 就是日本可能只有1萬多部 是這麼誇張的 但想不到最初預訂的時候 雖然除了香港 即使香港也是很足夠的貨源 連大陸 就算過了一個多小時後 五、六周後 都已經有現貨 都證明了 今次蘋果 課源非常充足 提供到不同的用家 訂購 是的 所以其實今次這件事 都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要阻止到 阻止到炒賣的情況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有足夠的貨源 就可以阻止到這件事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好事 對於用家來說 其實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炒賣的情況就是 令到一些真正想用機 即使是今次也好 今次我也看到 因為今次其實也有很多 很多人打算拿一部機 買一部機來炒賣 身邊很多朋友都想買 有些人甚至說 一二百多千元都不放過 事實上出來的情況就是 結果就是炒焦了 今次這個情況 其實我覺得 對於用家來說 是一個大福音 因為一直以來 這麼多年來講 因為這個炒賣的情況 令到iPhone 令到一些真正想用的用家 是沒有辦法優先的時候 可以買到一部機 即使可以拿到一部機 即使可以拿到一部機 可能有些人 有些人是一部機壞了 一直在等待一部新機 但結果就不能第一手買到 這件事其實是 炒賣的行為 一直令到真正的用家 煩惱的一件事 所以今次這件事 其實算是給予一個教訓 就是令到一些人覺得 其實炒賣iPhone 不是必然的 你不是必然可以賺到錢 這件事 所以今次這件事 可以給予一個教訓 炒賣 就是往後 不會有那麼多人 不會那麼猖狂 至少給予一個機會 真的可以安心賣到機 那往後 我想連今次iPhone iPhone X 這麼闖磨 都可以禁足貨員 我相信往後 這麼多iPhone 都應該像今次一樣 這麼充足 除非它又出了一些新的東西 真的不足夠貨員 暫時短暫來說 我也覺得 慘暗的情況 都應該可以暫時 壓止到 不用再吃炒價 令到各位賣家都可以 安心用到機 尤其是對於我這些用家來說 可以優先買到機 其實是一件好事 你不用等 譬如我這些 不算過日子的過日子 你也說 很心急 很心急要用到機 尤其是首天可以拿到機 當然我還未拿到機 其實是好事 希望今次iPhone X 可以打擊到一些 炒賣的朋友 讓王后按摩機 不要太辛苦 今天的每日集新聞來到這裡